第十題 質量1公斤的木塊放在平滑的桌面上 我們要有支槍射出0.05公斤的子彈 子彈0.2秒後就可以進入木裏面 和木裏一起畫 子彈撞了之後和木裏一起的速度是5ms-1磁方 A就問子彈射入木之前的速度是多少 我們其實就運用公式 M1U1加M2U2等於M1V1加M2V2 最初子彈的速度是0.05 我們稱之為U1 木塊不動 最後子彈和木塊黏在一起 我們加起來 V1和V2速度都相同 是5 好,我們計算之後 就知道子彈的速度是105ms-1磁方 然後就問了 這個子彈這樣打進去 這個子彈作用力是多少呢? 我們就知道運用公式 F等於MV-MU over T 我們看一看木 木的質量是1 木最後的速度是5 初初是不動 好了,撞擊的時間是0.2秒 所以我們就計算到 作用力是25N